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逛夜市 广东茂名位于广东西南部 它的名字源于近代的一名名医叫潘茂名 潘茂名一生救治了很多百姓 后人为了纪念它 就用它的名字茂名来命名了这个地区 茂名是一座风景秀美的海滨绿城 也是国内重要的农产品和海产品的基地 这里的夜市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看吧 渣染 广东茂名电视台主持人 也是美食达人 喜欢制作美食视频 对茂名的美食如数家珍 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探寻茂名的夜市 第一站 渣染就先把我们带到了1959南越文创街 他说这里是茂名人夜晚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1959是茂名建市的年份 这条文创街汇集了很多创意小店 陶艺 民间手艺 文创杂品 原创潮牌等等 同时这条街还藏着茂名人喜欢的一百多种美食 那么什么美食最火爆呢 那说到咱们的这个文创街 怎么能少得了咱们这个美食呢 这里也是我们小哥哥 小姐姐们 探食打卡的必经之地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我们一个地方 这里的这个机制是特别的好吃 我们来细细品一下 渣染带我们去的这家小店 主打陈皮鸡翅 这是一款来自茂名高州地区 家喻户晓的特色小吃 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客人来到这里 点上几个鸡翅和一杯饮料 享受悠闲的夜晚时光 据店主介绍 他们这里的鸡翅卖9元前一个 通常每天可以卖出300多个鸡翅 生意火爆的时候 每天可以卖出五六百个 陈皮鸡翅的秘诀 是陈皮 这家店的陈皮有什么讲究吗 俗话说得好 这个三年以下的叫果皮 三年以上的才叫陈皮 那咱们这个陈皮鸡翅 大概用了多少年的这个陈皮呢 一般我们都是用五年以上的陈皮 因为年份月酒的陈皮的话 它的味道就越浓郁一点 我们先加点盐进去 加点盐进去 对 好 那我先加点盐 你再一点盐进去的话 它会能激发它原来的味道 使这个陈皮味更浓郁一点 直接放进去 对 腌制泡一下 对 给它洗个澡按摩按摩 这个的话我们一般都需要四到六个小时 这个几斤陈皮才能做几斤鸡翅呢 一般的话都是一斤的陈皮 可以腌制五斤的鸡翅 鸡翅经过腌制之后 就可以进入高温油炸了 表皮受热收缩 迅速锁住肉质的水分 保持鲜嫩 几分钟后 鸡肉熟透捞起 炸好的鸡翅色色金黄诱人 同时散发着陈皮独特的清香味 然后它炸的火候也比较好 就能够做出一种 这个表皮是酥脆的 然后它里面那个肉是嫩的 会有汁水流出来的那种 这个鸡翅是我初中吃到现在 我现在大一了 怎么样也吃了大概六七年了吧 每次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来自己吃一个 每次我来吃这个鸡翅都能吃上七八个 吃了一次感觉很想吃 第二次用那个很美味不穷 这个鸡翅刚甜刚甜的 吃了 它可能犯了橙皮的原因 吃了不是很上火 因为吃过很多次 吃完了橙皮鸡翅 乍然又开车四十分钟 把我们带到了冒名的华州 这里有一款文明小尔的地方小吃 是冒名夜市里必不可少的美食 而且这一碗小吃是冒名人可以从早吃到晚的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味道比较浓啊 然后比较香口 就像你吃下去了 然后那个味道还留在嘴里头 他们的牛肉都很香 然后有一点点嚼劲 就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口味 食客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这碗清汤牛杂 在冒名华州不管有没有吃过晚饭 都喜欢在夜市的排档里坐一坐 来几串牛杂解解馋 配上米粉 蔬菜 便是一顿可口的晚餐了 在我们冒名的华州 吃牛杂吃牛腩是很有历史的 对 你说的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呢 是大概是一毛钱 五分钱就可以吃到一串 那时候是有些阿姨啊 她挑的那个担子 那个扁蛋挑出来卖 到现在我们冒名华州这边呢 你基本上在那个大街小巷呢 隔几十米都可以看到 有华州清汤牛杂这个美食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 这个清汤牛杂的这个主要用料 这个是叫香叶是吗 对 这个叫香叶 对 蛋龟 八角 八角 特别香的 对 我把它白纸 草果 草果 味道很特别啊 对 它也是一个药材比较浓 那煮那个汤里面吃起来很香 我们这个牛骨清汤 用的这几个药材呢 属于有点温补 温补 但是不上火 一年细致都可以吃的 华州的清汤牛杂香 传创始于唐朝 以其杂香味美 深受百姓喜爱 它的烹饪讲究祖传风味和家乡特色 主要选用新鲜的黄牛牛杂 牛腩和牛磅骨 将牛杂反复清洗 焯水后再清洗 如此反复 直到没有异味和杂质 再放到有香料的锅里炖 一口锅专门去煮牛杂 而另一口锅 放上牛骨头 牛腩 专门熬牛骨清汤 熬至两三个小时之后 在一起放到档口的锅中慢火保温 等待客人的到来 这个酱汁也是有讲究的 就是我们是有放了那个蚝油 酱油 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熬了这个牛骨清汤 那个香油 放一点辣椒 一个葱花在上面的话 那个酱汁是很香的 沾着我们这个牛杂吃 清汤牛杂用剪刀剪开 一串一串或者一小碗一小碗的卖 鱼月丽的这家店生意很好 夜里要营业到一两点钟 夏季通常一天的销售额 可以达到一千八百元左右 牛杂三元一串 二十元一碗 好吃不贵 我一般过下班都会过来这边吃的 三块钱一碗米粉 然后会剪几碗 剪几串肉 大概就是吃十来块钱就已经很饱了 小孩子的话就一般叫他稍微剪圆一点点 要小快一点点 一般可以吃两三寸到五六寸这样子了 这个肉质韧静十足 香而不腻 我这个减肥的事业 估计就因为这个牛杂宣告失败了 茂名是一个滨海城市 长长的海岸线不仅风光淫泥 海运藏着物美价廉的各种海产品 去年这里的海产品产量就超过了六十万吨 即便是近逾期 当地人也能通过海水养殖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在茂名吃海鲜 涂的就是一个仙字 一般都要选用当天补牢的 为了体验食材的新鲜度 渣染带着记者来到了海鲜养殖基地 跟着厨师东俄看看他是如何为夜市的海鲜烧烤 选购食材的 东俄咱们今晚吃什么呀 我们吃对虾 我们今晚把这个大条的 挑这些大条的回去做芝士虾 还有一道是串烧虾 一道这个虾就很新鲜的 对 都是活的 透明的 透明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头里面 头里面还有你看到还有在呼吸 在呼吸 还有一个你拿着它虚 它是活泼弄跳的 你看你看 那些不清新的虾的话 他头会有点红斑啊 哦 头有点红斑 耶 闪着 哦 这就闪开了 对了 哦 明白了 果然不一样 收获牌嘛 哦 抓到一只大的 哇 这么大 我放进去了 这个这个 哎 好好 哇 这个小虾 哇 这个海水养的 海水养的虾 比淡水养的虾 蝦还要好吃 这么新鲜的大家 今晚就吃它了 一会看看咱们东俄姐怎么做 饱鸟吃 走 东俄在冒名小东江畔的一家酒店 做主事 它时常工作的地方是顶层的露台餐巴 这里也是欣赏茂名夜景的绝佳场所 从餐巴往外眺望 小东江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 每当夜幕降临流光溢彩的摩天轮 好像一颗梦幻耀眼的明珠 点缀在茂名的夜色里 有着七年日料厨师经验的东俄 每晚都要在这里为客人们烹饪各种美食 他说海鲜烧烤是大家最喜欢的 有鲜嫩多汁的生蚝 茂名的生蚝到了夏季最是美美 放上蒜泥酱汁一蒸烤香气四溢 厚实的秋刀鱼 适合简简单单烤着吃 剖开鱼肚 剔除鱼骨 两面相间之后立即让人垂涎欲滴 肉质软滑的秋刀鱼 里面透着一丝苦涩 那是一种对秋天即将来临的淡淡感伤 还有越式海鲜蒸菜的经典 蒜蓉粉丝蒸扇贝 营养十分丰富 高蛋白 低脂肪 是堵盖骨铁的商家食材 特色串烧香 用白蓝地烧灼一下就可以食用 鲜味十足 焦香不比 当然还有精英法的主角芝士菊蝦 刚才我们冬鹅烤的这个串烧香 一看就特别的美味 那我的这个注意力 已经被这个芝士菊蝦所深深吸引了 这个芝士菊蝦已经是被处理过的吧 对 已经处理过了 已经开盖 然后落了一层鸡蛋液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烤吧 这个是盐是吗 对对对 好 这个手法还是可以的吧 特别有仪式感 先放盐 放胡椒煎的话 比较入味一点 油弹开 对 均匀地弹开 对 用着它 翻过来 这样翻过来 对 然后你吃两个 好 我来先放这边就好 翻过来 对 非常好 还有一只 因为它煎一两分钟 煎一两分钟 对 它大概 它可慢慢地红上来 大概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差不多可以翻了 我要放点黄油去煎比较香 然后颜色也会稍微比较好看一点 烤牛排的时候就用到黄油了 对 如果不确定它有没有到八成的时候 可以翻一只过来看一下 哦 翻一只过来看一下 你看 有点焦黄焦黄的 已经很香了 大概这样子 你看 虾壳 大概红到这里的时候 就可以翻了 就可以了 对 让我来翻一个 这样 这只特别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个汁 调一个汁 放点黄油 放点清酒 清酒 放点酱油 然后把它煮一煮 煮一煮 嗯 爆香那个酱油 你看我们一点都没有漏在这里的 你看 一点 哦 浇上去了 嗯 它就有一股 那个酱汁的香味 嗯 拌芝士了 拌芝士了啊 轻轻地把它弄 哦 就直接放上去是吗 我也来 你先放两个 好 再放两个 好 这老师说 我记得这个虾是最漂亮的 我要对它精进照顾一下 嗯 这个应该是水了啊 嗯 一点点 一点点水放 嗯 下头 用蒸水好 好 盖起来 盖起来 好 稍多长时间啊 呃 焖30秒 开盖 一个帅气的动作啊 哇 可以直接删叠了 对 好 再来 然后我们还是要用火枪 喷一下芝士 会更香 哦 喷一下芝士 对 把上面那层喷焦 好 可以上桌了 好 哎 哇 经过东鹅和渣渣的合作 芝士菊虾完成了 那么味道又如何呢 刚才我们的东鹅呢 教我是怎么吃了 要把它这个翻一下啊 这个肉就立马就能出的来 哎 看 嗯 这个芝士菊虾 这种奶香的这种咸芝士的味道 哇 一进口的这种感觉 特别的爽啊 来到我们茂名就要吃到最新鲜 刚补捞的这个大虾了 真的是又鲜又嫩 味道太好了 我们吹着这个小东江的江峰 背靠着摩天轮 灯光璀璨 一天工作 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惬意啊 茂名地处广东的新南部 一直沿袭着广东的一些饮食文化 尤其是早茶 午茶和晚茶 那么茂名的晚茶有什么特色呢 其实茂名人在晚茶期间 最喜欢各式点心 像经典的有榴莲芝士卷 核桃包 叉烧包 潮州粉果等等 近些年开始流行的一种点心 就是这个马皮大尖堆 看到它囤囤圆圆的 就那个意义很好 每次吃它就想起奶奶 有奶奶小时候做的味道 偏这个喜欢这个大尖堆 平常家里面很少做这个出来吧 有这么大 我们茂名人啊 一般都爱吃的尖堆 因为他一般家里人 办这个喜事天丁啊 办身家啊 都爱吃这个尖堆 但是家里吃的呢 没有这么大 一般他做的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酒店呢 为了吸引客人呢 我们做做大的 给客人一种震撼感 听到这个声音脆脆的啊 对 因为它刚炸起来 刚炸起来 很酥的 很酥 感觉就像一朵鲜花绽放一样 像朵核花吧 对对对 你尝尝 好 我也尝尝味道 感觉也可以吧 崩碎崩碎的 我的口感当中 这个芝麻的这种香味 在我的舌尖跳动着 我再吃两口 里面的这个软软的 我们也可以吃一下吧 可以的 剪一点 给你尝尝里面的那种 好 因为它准备在下面 放在这里夹中间来吃呢 这样吃的比较好 好的 那我尝一尝 这个是什么味啊 这个味道跟刚才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吃起来有点像 小时候吃的那种 炸年糕的这种感觉 对 糯糯的 脆脆的 我更喜欢吃这个 说实话 又脆又糯的大煎堆 做起来需要一些技巧 材料比例也很讲究 一般一斤糯米面 就要配四两排糖 一斤一两的水 还需要五千的猪油 先烧开水 把糯米面和糖一起烫好后 用机器来搅拌几分钟 期间加入猪油 放凉之后切成七两一个 揉成圆球 蘸上芝麻 把油放到锅里 烧到一定的温度 再把它放下去烹炸 炸的时候 它这个是比较讲究的 油温高了 它会容易变黑 油温低了 它会爆 翻滚的时候 四周围翻 不能单单翻一面 技巧比较难掌握 所以一般的师傅呢 都要好一点的师傅 去炸这个豆腐 一般的师傅 它一炸三两下 它就破掉了 就破掉了 我觉得大的 咱就不行了 咱回家试试小的 我小的看着没问题 品尝完大肩队 我们又跟着渣染 去寻访夜市里 另一款有名的特色小吃 池罐嘴 光听着名字就很好奇 据说这款小吃 起源于冒名池洞镇的 一个小村庄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而食罐嘴的意思就是 吃习惯了常来吃 也是回乡的冒名人 最惦记的一道美食了 是不是很多来 我们的这个顾客 都会到店里面 都会第一份就点的 就是咱们的食罐嘴 对啊 像我吃过很多 这个以米浆做的这个菜了 比如说这个米粉 米糕 还有米线 但我知道 咱们这个食罐嘴呢 是最嫩的 到底这个秘籍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家的 用了橙米老米 是经过两三年 全放下来 才有这样的效果 新米因为它那个 粘度比较高 差别很大 粘的时候呢 口感没有那么好 要老米才有那种清爽 清爽的 吃起来花滑的感觉 对 食罐嘴实际上 就是一种米粉 它的制作十分讲究 选料是存放了 两三年的当地上层稻米 浸泡一小时以后 末制成姜 然后蒸熟 形成一张半透明的粉皮 把粉皮折叠好之后 需要切成条状 再加上酱汁 韭菜油 芝麻 葱花等调料 便可以食用了 食罐嘴最主要的特点 是香滑软嫩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不要怎么嚼它就可以换 这个食罐嘴呢 一般都是我每次来都看到 他们这个现场 现做现卖 而且是很有冒名的 代表的一个很有特色的 一个很滑嫩香 都巨钱 经常来 也交朋友来 这个油啊 特别香 还有它的 这个粉的口感 特别滑 很滑 很嫩的那种 是我在 莫名地区 吃过最好吃的食罐嘴 除了我们吃这个 食罐嘴之外 这家店里面 还有其他的经典的菜 比如说这个 黑椒牛熊 以及清蒸鱼南 以及这个 尖椒爆肥肠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牛腩汤了 这些组合在一起 真的是一个 完美的夜宵了 说起冒名夜市的美食 还有一样 是不得不提的 那就是水冬鸭粥 它是冒名 垫白地区的 传统名菜 一般正宗的 水冬鸭粥店 经营的品种 十分简单 只提供鸭粥 鸭肉 鸭杂 凉拌蔬菜和捞粉 就这么简单的几道菜 为什么可以 常吃不腻 常胜不衰呢 秘密当然就是 这当地特有的鸭子 垫白的鸭子 有什么与众不同 我们先去鸭厂 一探究竟 在咱们冒名垫白 人们最喜欢吃的 一种鸭子 就叫做卢鸭了 今天也就跟随着 我们这个 鸭州的店主海东 一起来到 他的这个养鸭基地 来看看 它是如何寻找到 最优质的这个鸭子 海东我们现在开始抓一只鸭 怎么样 好 我们走 我们找一只大只一点的羽毛 黑一点的 海东你先抓一个 好 OK了 行了 这个叫黑鱼卢鸭 它另外有个名字叫大花 大花 对 大花卢鸭 这个鸭子有什么特点 它特点 你看它的羽毛 就是成了一个绿蓝色的 绿蓝色 今天可能天气不太好 天气好的话 太阳底下的话 它这个毛呈现一个蓝绿 发光的 一般长到多大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大概120天左右 120天 对 我这个鸭子一定要放痒 让它自己在大处走动 然后我们在后面有个池塘 这边走了一下之后 它会下池塘游泳 这样子的话 它的鸭胸肉特别发达 鸭胸肉特别发达 然后吃起来就特别 吃起来特别有口感 区别于其他的鸭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就不会有腥味 尽管是用清水做起来 它的味道也非常鲜甜 那用这个鲜甜 来形容这个鸭肉的口感 到底这个鸭子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华灯初上 夜幕降临 海东家的鸭粥店 开始热闹起来了 从爷爷辈开始经营到现在 在冒名也有名了 生意一直很好 本地人外地人都喜欢来这吃 一般来说鸭子的话 它会有一种 它固有的一种烧味 就是普通人吃起来会觉得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鸭子的话 它就没有这种味道 我在小学三年级就来吃了 它的老当家 生鸡那边那个小巷 这个鸭肉第一 它比较新鲜 然后它们这个粥 还有那些都比较有特色 同样都是水东鸭粥 海东家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广东人吧 追求原汁原味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烹饪鸭的话 尽量是用清水来煮 然后清水的话 在里边加点海盐 为什么不用那些盐盐呢 因为海盐的话 尽量保存了鸭的鸭的鲜美 我们等一下会用这 煮鸭的那个汤来煮粥 所以我们到时候 吃起来那个粥也是非常鲜甜的 这个米有什么讲究的吗 一定要是珍珠米 这米的话 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颗粒感非常饱满 珍珠米煮粥口感非常好 我们广东人喜欢生滚粥 生滚粥的话口感就非常好 口感好 然后现在就直接把这个米 倒进锅里边 好 然后不停地用手来搅拌它 那一般有多长时间 才能熬至成功呢 大概要30分钟左右吧 那我们先来尝一尝 这个水东鸭粥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有点期待 哇 热腾腾的 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米特别的滑 然后满满的都是鸭汤和这个米 相酌在一起 相线在一起的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果然名不虚传 鸭粥特别的好 海东家的鸭粥店 总共经营的菜品 只有五道菜 明码标价 经济实惠 那海东有没有想过 再增加菜品来吸引顾客呢 鸭粥的话 从我们爷爷辈开始 串时开始 它就这么一个搭配 另外一点就是 我希望把自己的道菜做到极致 发挥一下驾驭精神 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除了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 茂名还有很多特色小吃 比如说波及吹 根子捞粉 炒米饼 还有豪炸等等 除了美食 旺民还有很多 值得大家去游览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第一滩 还有海水能建度 居亚洲第一的放鸡岛 还有的就是高山草原等等 相信这座森林覆盖率 近60%的养疤城市 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好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前往浙江义乌 很多人对义乌的印象 都是小商品批发 但其实呢 那里的美食也别有一番滋味 义乌的国际物流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内陆港 而义新欧铁路的建成呢 也让义乌的小商品沿着新丝绸之路快步通往中亚等国 也正因为如此呢 在义乌 你能看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那么外来的美食与义乌本地的美食相互碰撞 又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精彩火花呢 欢迎您关注我们下期的消费主张节目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 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 朋友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